目前,上海正在制定加强大中小学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以及配套的教育指导纲要 分学段细化学校教育、社会实践、家务劳动等各环节的劳动教育内涵 系统化构建学校社会家庭的协同机制,使劳动教育弱细、弱小、弱实 记者了解到,位于上海市普罗区的树德小学早前就已将做家务列入到了家庭作业的范畴 引发社会广泛日益 5月13日,中心社记者来到该所小学 校长梁清云向记者展示了这份特别制定的印刷在树德作业本首页的家务清单 而作业记录上也印制了家务完成情况评价表 以此鼓励学生在家中寻找小岗位,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学会一些劳动的技能技巧 我们这项家务清单的活动,它起源于我们学校16年的一个德育项目 我们想到小朋友在家里呢,他也需要一定的责任岗位 所以设置了这么一份这个家务清单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应该说我们树德的小朋友啊 大多数都养成了一定的劳动意识和家庭的责任意识 树德小学三二班的汪玉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自豪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务完成情况 每个星期一三五我都会帮着家人做家务 比如烧一顿晚餐,牛排,西餐,意大利面,薯条,做肉丸等等等等 通过这几件事我能体会到家里人的养家不易 所以我要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 谈及设置家务清单的初衷 梁校长表示,现在很多孩子都生活在小黄帝式的环境中 孩子承担一定的家务,则能养成劳动意识和社会意识,体验家庭的责任感 当时我们学校想起来搞这个项目,是觉得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因为从现在孩子生长的环境来说 基本上是以小黄帝式的生长环境 家长呢,在学习方面要求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小事做起,从小家做起 那以后他才会在这个社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承担更多的义务 或者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梁校长还介绍说,通过梳理 学校在学生一至五年级的每个学期中都列了家务项目 引导小朋友在家中积极践行自己的家务岗位 每个学期还会举办家务大比拼,评出最佳小当家 如今孩子们的劳动意识也有了明显的改观 在学生一至五年级的学期中